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同胞好 并指出香港繁荣稳定是香港同胞的心愿 也是祖国人民的期盼 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提到 前几天他出席了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庆祝活动 为澳门繁荣稳定感到欣慰 澳门的成功实践表明 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 办得到 得人心 习近平又指出 近几个月来 香港局势牵动着大家的心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 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 真诚希望香港好 香港同胞好 香港繁荣稳定是香港同胞的心愿 也是祖国人民的期盼 就国际局势 习近平称 2019年中国继续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我们主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 对于中美贸易战 习近平表示 我们不惧风雨 也不畏险阻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 积极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 今年的新年贺词依然精彩 我们听了后想到了三个怀 奋斗感怀 人民情怀 世界胸怀 奋斗是这几年习近平新年贺词中的高频词 也是主要的一条精神脉络 大家熟悉的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等金句 漠不出自过往的新年贺词 今年的新年贺词中 奋斗化身为具体的数字 一百万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一万美元 三百四十个左右贫困县摘帽 一千多万人实现脱贫 奋斗化身为具体的工程 登陆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 胖五长征五号 摇三运载火箭 首航南极的雪龙二号 北斗导航全球组网 五G商用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奋斗化身为各领域的改革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自贸区 科创板 减税降费 药品降价等等 也包括国防和军队改革 可以说 奋斗是精神 是实实在在的成绩 也是中国成功的密码 这是习近平对过去一年成绩的奋斗感怀 中国有个成语叫大公无私 几千年传下来 一直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执政者的最高理想 理解了这个词才能更好理解中央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回忆了2019年去过的地方 雄安新区 天津港 北京城市副中心 内蒙古大草原 河西走廊 九曲黄河 黄浦江两岸 每到一个地方 他莫不是深入群众 或者抱起奶生奶气的孩子 或者牵着大爷大妈的手 或者摸摸炕头热不热 掀开锅盖 看看粮食够不够吃 每次国内考察 这些镜头总会在网上引来一片点赞 有别于西方政客们去选民中要选票 中央官员们深入群众要的是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老祖宗的话 也是中国的政治逻辑 中国张开双臂 拥抱世界 这是习近平新年贺词展现的世界情怀 习近平在最后讲了前几天出席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庆祝活动的事 再深了一国两制 完全行得通 办得到 得人心 又点了下香港局势牵动着大家的心 再次表达对香港的关切 习近平还提到 2019年世界上又有一些国家同我国建交 我国建交国达到180个 他说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习总书记的新年贺词鼓舞人心 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习主席书架上的照片上新了 今年书架上共摆放了18幅照片 总数比去年增加了3幅 其中11幅数首次上架 7幅曾在往年出现过 习主席书架上这一幅幅变与不变的照片 记录着一个不平凡的2019 也见证着一个日新月异 生机勃勃 努力前行的中国 正如她的新年贺词 一如既往直抵人心 给人温暖和希望 给人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除了习总书记的新年贺词外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同时发布迎新视频 2019年最后一天 香港特区政府发布了迎接2020年视频短片 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新的一年带来新的希望 愿社会早日复合 市民融洽相处 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片中 林郑月娥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先后亮相 表示 特区政府将积极面对挑战 努力让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迎新短片依然以珍惜香港这个家为主题 展示了香港街头 因修律风波而留下的伤疤 林郑月娥说 2019年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修律风波持续超过半年 市民都想尽快走出困局 并对此感到痛心焦虑失望甚至愤怒 作为行政长官 我则无旁贷 会虚心聆听民意 为社会寻找出路 林郑表示 他会坚守一国两制的原则 维护法治这个核心价值 要使香港稳步前行 除了要处理面前的困难 特区政府也要承认自身不足 认真处理社会多年来积聚的深层次矛盾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 过去一年 香港面对内忧外患 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不少企业经营困难 导致失业率上升 特区政府已推出多轮支援措施 希望可以减轻经济下行 给中小企业和市民带来的压力 他说 金融市场方面 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维持金融体系和联系汇率的稳定 努力保证金融市场有序运作 只要回复社会秩序 我们齐心努力 一定可以跨过眼前的困难 再创高峰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则在短片中介绍了一个 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利好消息 他说 港府将提供一些增值计划和津贴 就中原计划和在职家庭津贴 做出实质显著的改善 住房问题是香港最大的民生问题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 为增加房屋供应 特区政府在土地开拓 规划和改变用途都做了大量工作 也在尽力缩短施工周期 以加快房屋供应 虽然工屋供应仍有不足 但特区政府会继续努力密地建屋 增加工屋供应 他还表示 特区政府将加大力度 改善弱势群体的居住环境 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过渡居所 短片最后 林郑月娥表达了对新的一年的展望 香港人过往凭借毅力和智慧 安然度过了不少风浪 我相信我们可以再次克服困难 重建香港 新的一年带来新的希望 愿社会早日复合 市民融洽相处 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除了发布贺心视频外 林郑特首是2月31日 并在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陪同下 到访警察总部 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 感谢他们过去一年 在极其严峻的环境中 专业的执行职务 维持香港的治安 在警察总部 特首为前线人员打气 了解警方提供的膳食安排 并特别感谢在场服务的义工 过去多月以实际行动支持警队 她其后又听取警队为前线人员身心健康提供的支援 林郑月娥又了解到 警察公共关系科 近月不断加强的信息发放功能 包括更主动及利用更多平台发放信息 勿求快而准的澄清虚假消息和针对警队的失实指控 林郑月娥说 香港经历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 少数暴徒极端的暴力及破坏行为 令警务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大增 而大量网上虚构 偏颇 污蔑警队的言论 更令警民关系变得紧张 但她相信 警务人员定会继续坚守岗位 无畏无惧 不偏不倚的执法 并以忠诚勇逸心系社会的精神履行职责保护市民 国家主席及香港特首的新年贺词令人振奋 与此同时 还有好消息传来 12月31日环球网报道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此前预告 将重新聘用签名退休警察支援后勤工作等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称 警队重新聘用约1000名退休警察增兵 包括警员至总督察职籍 合约任期两年半 其中首批约100名获聘的退休港警 12月30日完成签署聘书 宣誓 办理工作证 及领取装备等手续 12月31日可以正式工作 据了解 这100名获聘的退休港警 主要是警员 警长及警署警长 也有督察级人员 警方会按他们过去工作经验及背景 分派合适的新工作 包括派驻刑事总部 做调查等工作 也会负责军装工作 除了加入巡逻小队 可当警察职日官等 据了解 在1月份将会有更多退休警察正式回朝 预期有200多人 其余人手预料将于明年2月及3月分批报道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全 曾在11月底的记者会上表示 警方需要更多人手去支援前线同事 继承教处后 已有入境处及海关加入 担任特别任务警察 郭嘉全说 公务员事务局自2015年起 容许退休警员以合约形式重返警队 他们不少希望其上其落 让香港恢复平静 警方会趁机聘请退休警员 他透露 警队将以合约形式聘用约1000名退休人员重返警队 他们将协助翻看搜证 担任职日官及处理投诉等工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